学IT 拿高薪就来千方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零元入学 两周免费视听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课程 我们来详细讲解 微信小程序中的布局的一些组件 微信小程序中的整个的应用开发的话呢 离不了我们的微信 给我们提供的这些基本的一些组件 我们在做微信小程序应用开发的时候 在街面上的所布局的这些容器的话呢 都需要使用这个微信啊 这个官方提供的这些组件库 那这些组件库的话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组件库大致有这些分类 第一个叫适当容器类的这个组件 这种类型的组件主要是做烟面啊 这个布局啊大的大的快的布局用的 另外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基础内容组件 这里面主要是像这种文本复录框 进度条还有这种icon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表单组件啊 咱们在微信小程序中啊 也是会许使用类似于 advertml5里面的这些表单元素 当然这个是组件 它并不是一个表单 但是这个表单组件的话 是针对我们移动端的话呢 添加了很多的功能 比如说像这种peakview 这种 针对移动端的一些这个功能的这种组件 当然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这种导航类型的组件 还有我们的媒体像音频视频啊 这个相机直播头片啊 这种媒体类型的组件啊 当然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这种强大的地图组件 和这种画布功能的组件 好这个我们那么这小节 我们来了解一下 微信小程序中的啊布局组件啊 这个布局组件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叫view 这个view的话呢 实际上是一个石头容器啊 它是一个容器类型的组件啊 主要是用来做我们的 页面的大的块的布局用的 那这个view它是一个组件 所以它也提供了相应的一些啊 一些简单的属性啊 当然这个我们说这个view 主要还是用来做我们的界面布局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这地方使用view啊 这样来写 这个view的话呢 通常的话我们把它设为弹性核模型 就相当中我们可以把它设一个啊 Display with flags 那这个数的话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面进行个 试图的一个排排列布局 那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加一个style等于一个 我们的这个宽度 我们可以加一个宽度 比如百分之百 高度的话呢 我们给它一个300像素RPS 然后background 我们加一个红色 好加个红色之后的话呢 我们这个地方就有了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300RPS高度的这么一个块 那这个地方有一些属性 我们可以添加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当我们的这个 按几点我们的鼠标点击下去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手指按下去之后 那这个背景可以变颜色 那这个时候怎么做呢 我们用个hover class 来设置它的一个点击之后的一个 一个样式状态 我们比如说我们就是hover 这么一个状态 那这个状态怎么添加呢 我们可以在样式里面去添加这名hover 好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加一个background 我们比如说加个blue 但是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加个important 好这个时候我们来看看 这个时候当我们在手指按下去 这个色块的时候的话呢 他就有拥有了一个点击的一个的样式 当你手边离开的时候的话呢 他就把样子就烧失了 啊 这地方其实就是用了他的这些设置 当然这地方有些默认的设置 比如hover start time 就是这个按住多久 出现点击点击time 就是它的一个准备的样式 还有就是离开之后 还保留多长时间啊 这方也可以设置 当然一般的情况下 我们的这个布局啊 通常使用的是弹性和模型 就是它的flex 是什么flex布局 啊 这样的话也方便我们在 引读当然进行相应的布局 可以 请不吝点赞 hypertension 沉默 碧 吃 谢谢观看